人生之路,广撒网,多脸鱼,玩的就是心跳 男主高嘉林心比天高,初恋刘巧珍,红粉之己黄亚萍 衣不如心,人不如旧,古人都是大时成 若是被那繁华与欲望迷了眼,某天选之子还是洗洗睡吧,梦里啥都有 更多人生之路结局相关近在下文 人生之路结局,高嘉林念及刘巧真的好,方觉如梦初醒 时过境迁,再次感到彷徨无助的,也并非他一人 好极有高双星顶包上大学,广是昭然若揭 如何面对受害者高嘉林,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已是无解命题 就像原著作者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长长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有的选择一旦做出,就很难回头 高嘉林如是,高双星亦如是 原著小说就更绝了,高嘉林铁定是后妈生的 属性平平无奇小村做提家,优缺点五五开 磕磕绊绊小半辈子奔成事,林了被作者凌落成你碾做尘 一夜回到奋斗前 刘巧真恋爱脑觉醒,再也不会为了高嘉林生,为了高嘉林死,为了高嘉林不撩别的汉子 这样的开放式结局也是蛮让高嘉林崩溃的 感兴趣的亲,请自行脑补 高嘉林做西子捧心状,角柔造作低语 我亲爱的人,我要是不失去你就好了 嘿嘿,此也好内容照搬原著 一同村老头没脸看,蹬蹬前戳高嘉林废管子 高嘉林行动上没有寻死觅活,嘴里说着不想活 老头还真信了,很官方的安慰了一通 高嘉林顺坡下了,以后干什么营顺留了白 电视剧改掉了原著的部分设定 高嘉林人设更好,也更励志 希望这位命定男主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 能最终做出正确抉择 无论是和林巧珍、黄亚平的爱情线 还是和高双星相爱相坑线 都有一个不低分的落幕